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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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 从第十二节往下面读 我们从十二节读到第十六节 十七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 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 好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么宝贝的画 赐给我们 谢谢你把圣灵宝慧丝赐给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这一群人 借着一次又一次 来读你的画的时候 我们遇见你 我们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更多的享受 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敬拜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再一次 用着这一段话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看见 你在我们身上 是有何等的恩赐 我们也求你把这些话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变成了实际 变成了真实的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 要能够读懂今天所读的 这一段圣经 就必须对着神的永远的旨意 那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的这个观念 需要有一点认识 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观念 这一段圣经我们读过去 可能读是读过了 不见得能够读得懂 就好像有一个小孩 他们两个小孩 天天吵他的父亲 父亲跟他们玩 这个父亲实在没有时间了 他就去买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拼图的东西 那里面有几千片 他就把它弄得碎碎的 跟他们的孩子说 你们拼好了我就陪你们玩 他就想这下我可以有几个钟头 安静的时间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十几分钟以后 这些小孩子就拼好了 这爸爸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能这么难拼的东西 你们下来就拼好了 哦原来 这些小孩很聪明啊 他们在这个拼图的里面 找到了一张图画 这个图画就是告诉他们说 拼好了是长了什么样子的 你如果有一个拼好了 长了什么样子的图画 摆在那里 要拼拼图就快了很多很多 如果没有这个图画 一片一片的东西 要把它拼起来非常难 同样的 弟兄姊妹 你读圣经啊 你要能够读得懂 你一定要先有一个 全面的图画 你一定要对全本圣经 神向人启示他的自己 以及他的计划 有一点了解 你这个图画越清楚 当你看里面 一小片一小片的东西 要把它拼在一起 你要懂得它是什么意思 就越容易 圣经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这一个伟大的上帝 这一个无限无限大的上帝 住在荣耀光中的上帝 他不喜欢住在天堂里面 他不喜欢在所有的荣耀里面 所有的天使围伴着他 他不喜欢 他偏偏想要做一件很奇怪的事 他要跟人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何等奇怪的思想啊 谁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啊 你看现在的人啊 想尽办法不要跟别人在一起啊 我们把自己跟所有的人隔得越远 我们觉得越高兴 好像台北市的公车 有一阵子 我发现他们后面写了几个字 很有意思 他说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啊 今天人活在地上 我们真的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啊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喜欢跟人住在一起 你知道我们前面读的那几节圣经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那是讲到神他的本性 然后又告诉我们说 神怎么显明他的爱呢 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啊 拆他的独生爱子到地上来啊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讲到神过去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 是告诉我们 神现在继续不断的 他要做一件很伟大很伟大的事 就是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爱啊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 如果神真的是爱 如果神真的肯为我们把命都舍了 他一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 怎么说呢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有一个男孩子 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他一定想尽办法 要让这个女孩子知道说我爱你 对不对 他不管是用话语 用卡片 用花 用替他做事 他用各样的方法 要让对方知道他爱他 不但如此 他不但爱这个女孩子 他不但为这个女孩子 肯做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事 更重要的 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他渴望可以一直陪着这个人 对不对 等一下 你看见吗 神爱我们 所以他一直渴望跟我们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 我们有的时候不渴望跟神在一起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软弱犯罪到一个地步 我们甚至于希望说神啊 你就放我架吧 你就暂时别管我 但是我们不懂 爱情比死还要强烈 爱就让我们 就是想要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 这是一个何等甜美的思想 这么伟大的神 这么伟大的神 他想要跟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在一起 这么荣耀的神 他要跟我们这么卑贱的人在一起 这么良善的神 他要跟我们这么邪恶的人在一起 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他爱我们 爱到这个地步 不但会为我们死 他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 这个思想 是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就在那里显明出来 神要做的一件奇妙的事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当神创造了人以后 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跟人在一起住 不过神那个时候是与人同行 神到了晚上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 来看亚当跟夏娃 后来在圣经里面有几位属灵的伟人 譬如说像以诺 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 挪亚创世纪第六章里面 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 都讲到这些属灵的伟人 他们能够与神同行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一个人能够跟神一起散步 一起走路 一起经历人生 这不简单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享受 神一直跟他们同住 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 耶和华神的话 耶和华神的启示临到了摩西 他告诉摩西说要百姓为他造一个圣所 使他可以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 神要住在百姓的中间 所以后来你读出埃及记到了第四十章的时候 会幕盖好了 耶和华神的荣光就充满在会幕之中 到那个时候 神就在会幕中和他的百姓同住 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情 这是多么宝贝的事情 但是很可惜 过不了多久 到了撒末尔记上第四章的时候 扫罗这个王 以及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的叛逆 他们的败坏 到了一个地步 神的荣耀必须要离开了 神的荣耀离开了 不表示神就放弃了与人同住的这个念头 后来神兴起了大卫 并且神使用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到列王纪上第八章的时候 他们就盖了圣殿 圣殿盖好献给神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再一次的临到神百姓的中间 那是荣耀的 那是幸福的 那是美好的事 可是 正好像第一次神指名的失败 造成耶和华荣光的离开 这一次神百姓的叛逆 神百姓的无知 到了一个地步 先知以西节 他在异象中又看见耶和华的神荣光 离开了圣殿 这一位愿意与人同住的神 因这人的败坏 因这人的叛逆 因这人不顺服他 到一个地步 罪恶太多了 他受不了了 他必须要离开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 但是我们好感谢神 神没有说 我试了一次了 我试了两次了 算了没办法了 没救了 我算了 我不要再跟这些人住在一起了 神做了一件好奇妙的事 这一位无限大的神 他居然到成了肉身 支搭帐篷在人间 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 神的荣光又再一次的 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 神住在耶稣基督那个肉身的里面 在那一段主在地上的日子 神借着耶稣的肉身与他的百姓同住 那是使徒们 他们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可是当荣耀的神 为着世人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门徒们的信心都垮了 他们所爱的这一位主 如今挂在木头上 还有什么希望呢 等到主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 神做了奇妙的大事 五旬节 神就赐下圣灵 赐下圣灵不是让人兴奋 不是让人有什么感觉 神赐下圣灵 是要借着圣灵 住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 非常荣耀的思想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六章十九节那里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里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多数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 圣灵 把主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身体 成为圣灵的家 殿的原文 就是家 就是房子 圣灵今天住在哪里 住在每一个相信 他的人的生命里面 这是一个好美丽的思想 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那里 他有一个祷告 他告诉人徒他怎么祷告的 他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 保慧师就是圣灵 主耶稣跟父神求了一个东西 求了一件事 是要让圣灵 住在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的里面 不是住一下下又会搬走的 不是像以前会幕 不是像以前的圣殿 是永永远远 住在我们的里面 再也不要离开了 这是一个好伟大好伟大好伟大的应许 不但如此 不但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心里面 神还要做一件更伟大的事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 这殿就是你们 这里讲到一个更伟大的思想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我们这个人太有限了 无限的圣灵在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他的彰显 他的能力所能够表达出来的 受到我们的限制太厉害 所以神要做一件伟大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在灵里面做成一个身体 做成一个房子 让无限大的神 可以住在我们团体的里面 不但如此 他在团体的里面所制造出来的这个 不只是一个房子 而且是一个身体 要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 要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 在我们个人里面 神能够表现出来的很有限 但是我们感谢神 历世历代在教会的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 荣耀的神 真是能够把他 儿子耶稣基督的同在 丰丰富富的显明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懂得这个 我们对的教会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教会不是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教会不是一群人 大家在一起 你好我好他好 你们我们他们阿们 不是的 教会乃是让神住 同住的这个事实 丰满的彰显出来的地方 教会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教会是要彰显神的大能 教会是要彰显神的慈爱与怜悯 我们如果对着这个东西 神永远的旨意 神永远的心意 有多一点的了解 我们读圣经 就会多读懂一点点 有了这样子的背景 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圣经 那我们相信 我们再来看 我们会稍微明白一些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显明了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人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 人看不见神的 你到哪里去看神 但是 虽然没有人看见过神 如果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这就是为什么 菲利有一次跟主耶稣说 如果你让神把父啊 向我们显明一下 他们显现一下 我们就满足了 主耶稣非常的失望 主耶稣就对菲利说 你跟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吗 人如果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神 我们想要知道神 任何的事情 我们就要看主耶稣 那可是今天很麻烦啊 主耶稣在哪里呢 他已经升天了 他不在这个世界了 如果主从死里复活 他不要升天多好啊 他就留在这个世界上 随时有人说 我不相信耶稣 我说哎呀 怎么不相信呢 带你到耶路撒冷去看看 人要信耶稣多简单啊 可惜主耶稣走了 升天了 人今天到哪里去看神 到哪里看耶稣呢 在教会里面 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耶稣今天所住的地方 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知道 我没想到住的地方 我没想到一个房子 其实你住在哪里 有人说哎我住在台北 有人说哎我住在美国 有人说哎我住在大陆 有人说我住在香港 不是 然后我告诉你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听明白吗 你跟你的身体两回事的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不住在你的身体里面了 今天你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这些人因为住在身体里面 住久了 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以为这个身体就是我 错了错了身体不是你 这个身体随时车子一撞 撞掉一块没有了就没有了 但是你还是有耶 一个人少了一个腿 他还是我 他的我不会说少了一个腿 我就少了一部分的我 没有哎 全然的我还在这里 我今天住在我的身体里面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就住在他在地上 所有的那个肉身的身体里面 那今天主耶稣住在哪里呢 今天主耶稣住在 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的里面 今天主耶稣住在哪里呢 今天主耶稣住在 所有信耶稣的人的集合体 就是教会 主住在教会的里面 世人今天怎么能够看见耶稣 就是他们看基督徒 他们如果在基督徒的身上 看见了像耶稣的品格 他们就看见了主 世人今天到哪里去看耶稣 他们到教会里面看耶稣 他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看见了基督徒 真的彼此相爱 他们就看到谁 因为这个彼此相爱 不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而已 不是因为我们颜色一样 我们的政治立场一样 我们的看法一样 或者是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讲同样的话 都不是都不是 这个彼此相爱 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显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当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相爱的时候 人就知道 神真在这里了 这是每一个教会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今天活在地上 我们在神面前 应该有的心愿 我们要跟神祷告 我们说 神啊 从来没有人见过你 求你让我的生命和生活 能够让人看见一点你的自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求你让我们的教会 彼此相爱可以显明出你的自己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求你用着这些话 祝福你的儿女们 也祝福你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奉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我们 我们也要进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